人人的一生總要有幾次說走就走的旅行 峇里島這裡絕對是世界的度假天堂 這支影片就讓元堂來告訴你 2022年峇里島旅遊的現況吧 峇里島位於南半球爪哇島東部 澳洲西北方及台灣南方 3650公里處 是印尼最著名的觀光之島 北部由口山帶貫穿東西 其中最高的為阿貢火山 也是峇里島人的精神象徵 峇里島東西寬140公里 南北相距80公里 其全島總面積為5620平方公里 約為台北市的兩倍大 這裡的主要語言為異議化 這一次元堂一行人跟著漢娜 終於久違的踏出國門 這一去就是快一個月 想當然難免要有一場依依不捨的分離 我覺得很謝父你們 我會自己在旁邊的小貝貝脫褲 小貝貝 貝貝脫褲 掰掰 掰掰 好啦掰掰 掰掰 我們這次搭乘的是長龍的航班 由於當時還會開放直飛巴厘島 那這一班飛機是往雅加達的 然後到的時候我們會再轉機到巴厘島 雅加達 然而目前從九月起 華航就開始有直飛的班機了 目前機票大概來回兩萬億左右 還是偏貴 但這邊供大家參考 跌達巴厘島 我們飛了多久啊? 11個小時欸 11個小時 轉機 雅加達 終於抵達了 這是我的初次 初次來巴厘島 好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去這個上車 然後先去買SIM卡 因為網路是最重要的 才不會迷路 說到巴厘島的交通 整個巴厘島 幾乎只要是市區都非常的塞車 而面積是兩個台北大的巴厘島 最建議的交通方式 就是包車請施進負責這幾天行程的運輸 我們這次是透過泰美旅行社 協助安排客製化的巴厘島行程 他們等一下會安排一台幫我們裝行李 然後呢一台就是直接載我們 我們的包車只是找Luxury Transport Quality 這個我會分享在下方 我們好險回流 整個時候有先用 就是準備好包車 這個真的今天機場接駁 就是一定要在台灣就先找好機場接駁 因為當你出了巴厘島機場 會超級多司機開始瘋狂的圍著你 然後問你要不要機場接送 那通常這種都是坐地喊價 而且坐飛機這麼累了 然後你還要就擔心會不會被騙 然後就別講 通常一定會被騙 所以真的一定要先在台灣就先約好接駁 是最安全的 因為我們這一次 剛才好 美女來接我們 然後還有一個很可愛的司機 然後我們可以知道叫什麼 阿辰 阿辰 好 OK 我們出發我們的民宿 YA 掰掰 巴厘島換會通常建議 帶美金到當地 比較大的店面換 美金比起台幣匯率會較好 根據我們這次的經驗 平日的匯率也會比假日來得好一點 巴厘島換會的點其實很多 倒是不用一次就換完全部 可以先換一部分 等到有更好的匯率時再換其他的 當然這是在如果你待很多天的情況下啦 阿辰 跟大家講一下 我剛剛在辦那個SIM卡 然後SIM卡的話 它現在規定是一個SIM卡 就是要有一個護照 就是實名值的概念 然後你一定要量時間 因為它需要輸入很多很多的東西 所以要有時間 OK 好 這邊是就是你SIM卡買的 然後就是如果網路用不夠 就可以再自己夾持 對 用不夠的話它就是 當你一定要35G嘛 然後等它快到的時候 它就會有減薪統治 然後你就到各大 只要有賣SIM卡的店 就說你要去夾持 就可以 沒問題 推薦大家 這個 紅色這一張 紅色這一張 我把我的電話遮住 這個 這一家的網速真的很快 不要買紅色或藍色 來到度假天堂峇里島 肯定是要好好享受的啦 峇里島的住宿算是蠻便宜的 選擇也非常多 我們這次選擇待在搶固區 這裡是大部分外國人或衝浪客會待的地方 相較於一般華人會待的庫塔區 這裡更多的是Longestate的外國人 整體而言是一個已經非常西化的地方 我們非常喜歡 這是因為選擇Longestate的方式 我們租了兩週的機車在搶固區活動 並且跟隨漢娜體驗最Local的生活方式 接下來我也會分享前兩週 我們邊工作邊去附近景點晃晃的過程 也讓大家看一下巴黎島旅遊的現況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來 來 來 這個地方就是 6日在搶固All Man Beach 這附近會有的市集 然後都會有一些 當時就是一些自己手做的衣服的職人啊 或是一些當地的店會來買 然後就是一些小飾品啊衣服什麼的 我都會來這邊挖寶 漂亮喔 其實搶固這邊的Lifestyle挺優先的 家裡會有市集 然後最棒的就是這裡的浪人文化 許多人可能白天在咖啡廳遠距工作 下午就去海邊衝浪 而說到海邊 這裡整片漫長的海岸線上 不僅有許多Bitch Club 還有許多店家會放上藍骨頭 大家就悠悠哉哉的看著海浪 直到夕陽落下 整個氛圍非常的chill 而且滿滿的外國人完全看不出疫情的影響 現在要來附庸風亮一下 巴厘島海邊的日落有種夢幻的魔力 隨著太陽落下人潮沒有散去 搶固海灘的夜生活才正要開啟 騎著車我們融入最在地的生活方式 出發吃晚餐 這裡的食物非常多元 然而漢娜卻選擇帶我們去吃當地老外們 才會去吃的製作餐 非常有特色 耶~~~ 看不見了耶 客人 好飽喔 超好吃的蜘蛛餐 這裡的蜘蛛餐店其實跟台灣的差不多 但是在菜色上就是完全的巴厘島口味 東南亞料理那種滿滿的香料 飯的話可以選白米飯或薑黃飯 如果選外帶的話他不會給你便當盒 而是用一個紙把所有東西都包起來 然後訂起來給你 非常特色 看起來好美味喔 超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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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x on the beach Sex on the beach 我們現在又來到這一家 峇里島新開的海邊上 然後呢 晚上已經非常的不一樣了 給大家看一下 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呢 在這個海灘 現在算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海灘 park 第一名的 然後現在氣氛非常的好 巴厘島的夜生活其實非常豐富 海灘上有幾家不同的 beach club 通常都是可以從白天待到晚上 非常chill 這邊其實主打的應該是下午進場看著日落 然後再接到晚上 因為我們發現他們都十二點就打牙了 我們去了第一家巴厘島新開的 號稱全球最大的海灘俱樂部 但是發現音樂比較俗 現場的本地人也比較多 所以後來我們就去了外國人比較多的 另一家Fins Beach Club 穿 reconoc他來看他的活動 穿見坐 pneumonia 穿了推薦 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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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風 現在在搶簿然後我們12點多12點20 然後我們就是從club出來之後來買宵夜 然後想說吃個泡麵啊然後吃個冰淇淋 就我們剛剛我們剛剛在結帳的時候呢 突然間有一個人就擠到我前面 幹他為什麼要插隊 就突然間我們要付錢的時候 然後那個店員說前面那個人幫你們付錢 後面那個紅色襯衫子 然後他朋友說他很有錢 所以他就幫大家付錢 所以我們就平白無故被請 早早買多一點 第一週其實我們沒去什麼景點 選擇跟著漢娜體驗不跑景點的在地生活 上午去CrossFit 下午工作 晚上就附近吃吃飯 有一天心血來潮就決定 往北起去著名的海神廟看看 我們現在抵達了海神廟 然後今天感覺遊客不是很多 但可以想像如果是熱門假日啊 或假期的時候 這邊應該是非常的多人 等一下我們就進去看一下海神廟 這個看起來是一個很觀光景點的地方 但是現在都太沒有人了 現在感覺人真的很少 我們到海神廟了 這邊的景點就是這樣 他們的廟都會有這個 叫做善惡之門 然後就是一邊是代表善良 一邊是代表邪惡 這樣 這裡是海神廟 哇 我們要準備進去了 海神廟建於16世紀 供奉著巴厘島諸神 最大的特點就是建築在懸崖之上的寺廟 每逢漲巢之時 岩石就會被海水包圍 整座寺廟就與陸地隔絕 它不僅是巴厘島三大神廟之一 也是七座濱臨海岸的廟宇中最著名的 海神廟有巴厘島最美的夕陽 因此日落時分是觀賞海神廟的最佳時間 寺廟對岸有一座景觀亭 可以遠眺日落景致 夕陽將金光灑滿印度洋 朦朧的光線勾勒出海神廟古典 而充滿浪漫情調的輪廓 如果要踏上海神廟 一定要先去下面 讓僧侶們做個簡單的儀式 他們會在你身上灑上聖水 並在耳記放上一朵花 如此才能踏上平台 非常有意思 他說就指那個波 然後就說什麼 會就Lesson to you 可能就是 就是那 就是暗示祝福 對 巴厘島是一個神奇的國度 這裡的人民樸實而單純 虔誠和禮貌 海神廟下有辛勤工作的老人 也有來往拍照的遊客 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 在海神廟下一起交融 沉醉在巴厘島廟宇的美麗之下 這個海神廟有一個傳說是說 就是那個地下的泉水下面有一隻海蛇 在老陸這隻海蛇在跑步這個神廟 其實巴厘島許多廟宇跟景點 是不允許飛空拍的 這邊要提醒大家 一旦被抓到是會被罰錢的 像我一開始就不知道 在那邊飛了許久後 被一個管理人攔下 他會給你一張單紙告訴你 如果飛空拍要找多少錢 所以你如果通拍的話 你就要繳費 而且如果是影片拍攝也要繳費 但是你繳的錢他們也蠻好 你就會讓你飛完 不過不便宜 規定大概就是要繳台幣一千塊左右 所以給我一種不太像罰錢 比較像收費的感覺 總之大家要注意一下 為初挑戰 巴厘島第一周的制度 就到此為止 接下來 圓堂會陸續推出第二週往巴厘島南方的景點分享 也會分享我在巴厘島兩週的classfit訓練生活 最後更不要錯過我們超熱血的巴厘島火山遊記 以及Penida島上兩天一夜的路程 我是圓堂 這是我在巴厘島的故事 圓堂混巴厘島 為玩耐耐蓄 敬請期待囉 Cuz si你無敵都會看待 Cuz si你不懂為玩耐蓋 Cuz si我確託你不懂 Til I De является Cuz si你無敵都會玩耐蓋 Guz si你無敵都會玩耐蓋 I know we can't afford it No matter how hard we try And I'm gonna chase it I know we can't afford it No matter how hard we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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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m gonna chase it And I'm gonna chase it I'm gonna keep it all No matter how hard we try No matter how hard we try 我是元堂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按讚加分享喔 元堂會哪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